上牙医诊所看牙医要特别小心 注意这医生到底是不是密医 因为最近在新北市就发生了好几起密医看牙的案件 不仅把家里装潢的有模有样的 而且为了避免被发现还只接受亲友介绍 并且提前预约 这让很多民众直到警方公布了诊所名单 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 画面中一名身穿白袍的牙医正在帮病人治疗牙齿 看起来有模有样 不过奇怪的是他治疗病人的地方 怎么看都不像诊所 也没有挂上营业执照证明 那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医师执照吗 有医师的执照吗 我拿给你 后头的病人看了不对劲 一问之下才发现这名医师根本没有执照 完全是靠着跟亲戚学技术 还以专门治疗甲牙为主治项目 而且为了避免别人发现 平时只接受预约看诊 前后一共行骗了三四年 行径相当恶劣 发现现场是一个民宅 可是呢里面却摆了牙科 诊疗椅 阳性负责人 他并没有牙医师之格 卫生局呼吁 近期有许多命医流窜在房间 民众可以观察诊所内 有没有营业执照和医生识别症 不要以自己的健康来做赌注 死祂的 优优优独播客 感谢观看